香港的夏天是一個告別的季節 很多人離開了 很多事物終止了 《悲歡離合》是香港常見的事 我們本來是一個流動的社會 但是此刻的告別很特別 或者我年紀關係 不復青藏年這麼多的活力 有人告別了可能一輩子都可能再見 有些事物終止了 就是終止了 不會回頭 我想起這屆奧斯加金像獎獎 獲獎最多的電影 《狼職天地》 她是一個中年的婦人 丈夫死了 她住的小鎮那種傳統的工藝 沒落了 一無所有 於是開著一輛破爛的改裝的旅遊車 就過著現代的柔木民族生活 《狼職天地》 《狼職天地》 並不浪漫 《狼職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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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狼職天》 《狼職天》 耶稣的那种很特别很特别的感觉 大家会很熟悉《圣经》耶稣经常说的说话 狐狸有动 非鸟有巢 人子怎样 这些说话很特别的情况就是 之前我相信一定有这样的对话 就是他跟人聊天 呼召门徒 呼召等等 那些人有些人推他 有些人说 但是先 正如我们今天 李先生 找你喝茶来 什么时候 找一天 找一天真的不知道找到哪一天 那你住在哪里 我去找你 耶稣 耶稣住在哪里 原来没有地址 耶稣那三年多的全道生涯 都在路上 很多重要的讲章 很多重要的信息 很多神迹歧视在哪里进行呢 在路上 这段经文很特别 就说到耶稣在十字架上 都被埋葬了 放在有钱人的原有坟墓里面 当时整个耶路撒冷 还没瞎着白色的恐怖 门徒有点而是树倒湖村山 各自被难 是在恐惧 失望 种种的悲情的气氛下 各自沉落去 而这两个门徒 我相信是 除了十二使徒之外 一个比较上 都跟着耶稣一段时间 又没有被呼召做使徒 就是说 比较上 是靠近的那一群 靠近的那群 靠近的那群 一个有名 一个没有名 不重要的 那个名字不重要 因为这个人只是在《新日诗经》出现一次 他没有其他故事 以马五诗的地理名词也出现一次 没有其他故事 但很重要的是 在路上 就发生了一件很特别的事情 那天 门徒中有两个人往一个村子 那个村子叫以马五诗 他们去耶路撒冷多久?多远? 那边25里 圣经的道量行很特别 旧和新约不同 新约的道量行已经在罗马的道量行体制 我都查一查过 25里 用罗马道量行等于是60个队 因为队是0.4公里 那60个队就是25里 就等于我们熟悉的香港道量行 就是24 公里 24里大有多久呢? 我经常计公里就用一个经验 我住港岛的 港岛是电车路的 电车路由坚尼地城 去到沙几湾 我小学常识问答比赛识答的 是13公里 你不要夹进去跑马地有多段的 那里有多段的 24里大多久呢? 就是从经验地城走到沙几湾 再走回去大概石塘嘴 24公里了 有兴趣呢? 我会跟你走 这个路由我小时经常走的 不需要一天的 你慢慢走大概四五个小时就走完 不是太长 这两个很特别的 本徒 曾经有个热情 曾经有个希望 但在热情和希望 都随着耶稣的十字架上的 说了一声成了 都finish了 于是 他们怀着失望 恐惧 种种的心情 比如那时候唱诗歌 当我在黑暗痛苦绝望中 转责 离开 犬责 告别 为什么呢? 因为 世界真的不像他们预期 这个尼赛亚都真的不像他们预期 因为传统犹太人去期望尼赛的来临 他们将会充满了荣耀的盼望 他们不再会有痛苦和眼泪 他们不明白 耶稣尼赛的故事不是这么说的 耶稣的故事就是告诉他们 哪里有眼泪 哪里有尼赛亚 他们掌握不了 于是 两个天涯沦落人 这些人就选择离开 告别 去二万五四 走半日去 圣经记载在路上 他们彼此的交谈 彼此的慰问 同事天涯沦落人 同事天涯沦落人 于是幸好都路上有伴 幸好都路上有伴 行行从行行 忽然间 有陌生人出现 这是谁 这就是耶稣 耶稣和他们交谈 两位在谈什么 他说你当然是初来报道 你不知道耶路神里发生什么大事 他们就将他们所经历的 见到的事 与陌生人去分享 圣经记载 指示他们的眼睛 迷糊了 不认识他 无谓考究为什么认不到呢 有人说 耶稣復活之后 那个形象是改变了的 可能又说天色黑 又说什么等等 那些不是最重要 认不到就认不到 又认不到 那我们有伏线 为什么也认不到呢 想起认得到 去交谈 这段时间耶稣很特别 其实耶稣出现 已经马上可以 跟我们表面一切了 你认不到我 我就是你们跟随了很久的耶稣 我已经辅助了 耶稣不是用这个方法 耶稣就听他在那里伸 耶稣是扮认一个 聆听者的 角色 有时我们会知道很多东西 我们比我们的弟兄姊妹 认识更多 知道更多 一听就知道他们搞错了 但那时候我们就 没有了一个 去听的人讲话的能耐 今天香港真的是 几乎最乖的了 坐在那里听牧师讲道 听这些外来讲员讲道 在外面已经没有耐性 听人讲道了 任何官员出来讲话 没有人会听的 我们没有了一种互相聆听的能耐 但是耶稣在那里示范了一个很特别 他明知这两个门徒是信心软弱 明知他们带着一种出走的心态 离开心态 但都很愿意听他们讲什么 将他们心目中所期望的尼赛亚 他们所认识耶稣 说一下说一下 他的先知 讲了一大堆说话 等他说完了 耶稣先知 是跟他们说 无知人啊 你们信得太迟 这不是责备 耶稣都明白他们 这个心境其实不止他们两眼 很多当时 跟着耶稣好久的人都有这样的感觉 就是他们尼赛亚的梦 华灭了 华灭了 因为耶稣的死似乎不是他们所期望的结局 或者他觉得 这就是故事的结局了 但其实 这才是故事的开始 他们解释不清楚 他们信得太迟了 于是耶稣就跟他们说故事 说什么故事呢 说自己的故事 怎么说呢 从摩西五经说起 说到先知书 这些故事呢 路加就没有记载在那里 找一天 你找找一天 那些传道同工 好的去整理一下 从旧约最初的经卷 那里有关 未来未来未彩的预言 那里很精彩 耶稣就在这几个钟头时间 一直说回这些故事 因为他们当时没有新约 还没有旧约 就是说 耶稣对这个旧约的知识 从摩西众师之说起 梵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 都说得他们 讲解明白 哇 这么厉害 他们开始 有点心动 心动 基督这样受害 又进入他的荣耀 其实 这就是旧约 圣经 都记在所 都记在所 这里帮我们重温一些经卷 所以 当我们感到 灰心失望 黑暗重重的时候 你真的回回圣经看 很多东西 其实圣经就是这样说的 不过我们有时误解了 我们有时很将我们的期望 很将我们的预期 是吐诛于 我们的信仰上 所以那时候有时候 有些落差出现的 这个落差很大是时间上的 的落差 世界不像你预期 但是不等于世界不像神的计划 一定要分得很清楚 不要把自己放在世界中心 好了 耶稣克里又跟他们说了 行人重行就走到天黑了 于是已经到达 这个乙马五思 村子了 谈得很好 两位门徒就说 先生 天黑了 以前没有酒店 没有旅店都不多了 你来吃顿饭先 吃完饭先走 吃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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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也会住一晚 因为没有地方住 不过 转变就在开饭 开饭有一个动作 这个动作是什么呢 到你在这时 耶稣拿起饼内 竹祭了 扭开 递给他们 看着眼睛明亮了 这个布局有点像什么呢 像似乎伤色 这个还没有伤色 后期 扫罗在大马色路上 同样 眼睛看不到东西 后来又开饭了 这个很特别的象征就是 阻开的不单是视觉上的眼睛 而是心眼 开了 耶稣拿起饼内 捉饼 抹开 递给他们 这个动作是什么动作 就是后来 我们所熟悉的一个圣餐动作 而这两个门徒 极可能 跟耶稣有过 一起吃饭的时候 甚至会不会是 他们在五饼鱼的神迹当中 他们是采好前面的群众 于是他们记得 这个动作 这个礼仪 这个动作 换了他们的记忆 我不知道明恩堂是 逢一个月 第几个礼拜是主餐的 第一个礼拜 因为我在舞会的时候 逢是圣参水 我就要去 广堂广道兼施餐 我是极少有机会 坐在那里领圣餐的 其实我是很珍惜 坐在那里领圣餐的时刻 因为 崇拜很紧臭 很紧臭 一场接一场 如果你准备 我当中是有片刻的宁静 不长的 有一些 含声 有一些安静 我告诉你 我每逢在会众 我坐在 下面领圣餐 每次我都哭 我每次流眼泪 我每次流眼泪 我都不知为什么 这个很特别的动作 就是那一刻 沉淀了 宁静了 思考了 尽管每次 是那一段熟悉的经文 每次大致上讲话 都大同小异 主耶稣 避免了一夜 和门徒一起吃饭 你上个奶饼 拿来捉着料 抹开特别门 就说 你吃我的身体 为你不舍的 你不如只是为你吃纪念我 我背了他 二十几年 我只懂背 我不用看圣经 我就每次背一段经文 出来 但是有时候行礼如意 我们没有了感觉 好转远回来的感觉 在这期间 有很多专家 都有很多教我们 去抗疫的心法 其中一件很重要的就是 保持你生命的礼仪 保持生活中的仪式感 在今期孙明会的 刊物世情 我最近很少写 一年是写几篇而已 书名会的世情 我写了三十年了 很厉害 写了三十年 还没结束 不过就缩了 以前就双月 现在就变了贵刊 减少了 我写了生活中的仪式感 我都说到 我从小翻教会 有时对礼仪 有点反感 每次行礼仪 每次都说来说那些 可不可以变下呢 无知 原来圣经的传统 很多礼仪 它本身的意义 那种共同的认知 那种共同的经验 还有礼仪背后的意义 是最重要的 如果你只是停留了礼仪 本身 没有意义的 所以这个动作就勾起了两个梅圆的回忆 那一刻 眼睛明亮了 于是眼前就是耶稣 那时候耶稣正在睡觉消失了 这又是一个神迹来的 消失了 两人又再谈谈 谈什么 他一路走过来 一同听那时候 那些陌生人 我们后来认出的耶稣 跟他们说话 我们的心 起不止慢慢被他失去 心冷了 他们是灰心寂寞的 想和过去告别 离开耶路撒冷 寻求更加安全 更加舒适 或者是不想再面对一件事了 但是耶稣翻话 再次将他们的心 燃点起 我再看在三十二节 可以看到那个转变 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 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 我们的心 岂不是火热的 从冷转叶 耶稣的教导再次 是燃点他们的信心 这个很微妙的改变 跟着怎样呢 助言起行 我们看三十三节 他们就立即起床 回耶路撒冷去 正遇见什么仕途和他们的同人聚集 所以起 那时已经日头平西了 走了二十四里 走了大半天 到了晚上 但是他们立即起床 但是他们立即起床 是摸吓 是摸吓 回来 不等 在这段经验的时候 对今时今日 香港信徒有几个很重要的提醒 这个无需直接引伸到我们去留的问题 但是很重要的是 我们可以有很多的选择 离开这个地方 离开这个城市 甚至说离开这个教会 过去年很多年轻人 可能对一些传统教会的模式 那种牧羊 不是很接受 其实 几多 Mega Church 很大教会 大量流失了很多会友 正常疫情 这是很正常的现象 不过始终他们说 你可以 离开教会 离开香港 记住 不能够离开上帝 没有离开上帝 这就是我们最重要的 难的地方 去到哪里 仍然 有神与你同在 你可以质疑很多东西 你不质疑很多东西 但你不能够质疑 这个上帝 准够你的祈祷 今天好像未应验 但不要以自己为世界中心 不要以你为上帝的时间表 所以 我们可以沮丧 可以失望 可以离开 但不能够离开 你的信仰 离开 你的上帝 就是耶稣 每一路上与我们相遇 这一大大确复了我们整个侍奉的视野 我们过去的视野 我相信冥恩堂比较特别 有很多社会服务很多东西 很多传统教会 讲的视奉就是那部视奉墙里面的 但今时今日这个社会 流动得太多了 我们更需要 将我们整个视奉的 场景 我们整个视奉的 空间 我们整个视奉的空间 我们要大大确阔 我们在路上遇见耶稣 我们在路上遇见耶稣 都让其他人可以在路上遇见耶稣 我们需要更多的确阔 我们整个视奉的领域 特别有人担心到 未来的政治转变 最近很多教会都很担心的事情 会连到我们传统香港教会的牧养模式 有很多担心 那些担心 其实 我们没有什么能力去改变它 我们只能够适应它 所以这个 这个确闻 我们整个视奉 牧养 那个眼光 和视野 都是我们应付未来的转变 这个最重要 就算没有圣墙 没有了这些聚会 不等于我们不可以继续牧养周围的人 不可以继续传福音 所以我都会应邀到一些白乐团体开始去 去说一些他们很关心的事情 学校和教会 不能避免未来都会面对在香港大别局下的一些改变 不能避免 怎么适应呢 恐惧? 逃避? 我相信 记住 好的教育 好的牧养 好的教育 不仅在课室 好的牧养 不仅在教会里面 这就是生命的感染力 在路上的观念很重要 第三个 这个世界上 或者在香港的城市 真的有太多天涯淪落人 太多不开心的人 七月份 我出去做一个 我平时很少去的聚会 就是 我这几年是借住了一切 那些教会的聚会 所以对不起 就是 你十月二号的圣典都邀请我 我通常都不去 但是七月份 有一个主日 我说完了 就匆匆趕到一间教会 就参加一个案目禮 这个人当然跟我有很密切的 关系 一位 都是传媒界出身 在外面做过 在教会机构做过 很有性格和才华 通常一位人 在教会就会遍体伦伤 做机构 都很难生存到 因为太有自己的想法 或者有太多自己的光环 所以很失忆 很失忆 当我最失忆的时候 当然 我当时是社长的时候 论坛 我仍然吸他这些机会 而给他一个鼓励 我说总之 你随时上来 我们有很多空袋 你在这儿做事就可以 我们制造很多机会给他 他喜欢做广播 有机会给他广播 人到中年 找我聊天的社长 我想读神学 读神学 他说 这是我的召唤 我当然鼓励他 当然鼓励我 这都是神给你的装备 但是记住 读神学 不容易找到合适力的教会 不容易的 因为我知道他的性格 等等 不容易有教会 做到他 神很奇妙 之后 有一间教会 很适合他 亦给他很多空间去发挥 为什么这间教会认识了他呢 因为在同一时间 这间教会的女牧师 和他同写《时代论坛》写稿 他在《时代论坛》的纸上相遇 哇 神奇妙 于是他们认识了之后 知道他毕业了 这间教会就聘了他 说很好 接着没有讲讲这段时间 甚至外幕了 当然 这样的情况 我一定要去 我问了以上 他说了一个小故事 当我要去见岸牧团的前夕 岸牧团的前夕 岸牧团有个岸牧团去见你的 我就白锦交集 我去了中环的五号码头 去祈祷 五号码头在哪里的 长洲 你知道哪间仇院的了 长洲 在祈祷 因为这个地方 过去几年 每天上船 下船 这个地方是我的人生的短烈点 很有创意的传媒 很有创意的 祈祷 不是在家里祈祷 他去五号码头自己祈祷 感谢神 过去五年 这个道轮上 即每天的道轮 来往香港长洲 改变了一个生命 祈祷 那些时候 突然间听见一把很清脆的 吉他的男星 唱一首很熟悉的诗歌 我爱事不保留 唯愿得主清赞 祈祷 教皇 看见一位年轻人 现在很流行街头歌手 年轻人在弹吉他唱歌 碼头前一船人下 一船人上 匆匆忙忙 是没有一个人留下 去听他唱歌 他唱得挺好的 这位准牧师 一路看着他一路听他唱歌 我说终于有一个人 来到了 这是哪个人 碼头的保安 大致说 大致说 先生也不可以唱歌 那两个在这儿 聊一会儿 大致想到他 我唱完这首歌 我走了 唱完这首歌 就走 吉他牧师 去拍肩膀和他说 说自己的处境 我一路听你唱歌 你唱得很好的 帝兄我为你祈祷 于是抱着这个帝兄 我祈祷 祈祷两个男人都忍不住 留下眼泪 希望很特别 路上的萍水相逢 两个感情很丰富 但是也是很寂寞的男人 经在五号码头前 一首的诗歌 令他们相遇 好头去祈祷 我真的看到 在那里 是有耶稣 在那里 我们做多事情好像很寂寞 没有人欣赏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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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很傻的 来堅持一件事 原来 是有人看着我们的 所以记住 香港有很多天涯沦落人 那时候我们真的很需要帝兄姐妹 彼此的关顾 不要轻然放弃 更加不要轻然去切割 近期我说了最多几句说话 我觉得很有力量的 希望在我们今天讲到结束 大家记住他 正常跟人说 有一句 You are not alone 你是不会孤单的 You are not alone 这时候最难过的就是 好像被世界遗弃了 很难过 很多事情被误解了 因为感情很大 要很孤单 一切上很多人 最难忍受就是孤单 You are not alone 背后可以这样说 上帝会与你同在 我会与你同在一起 很重要 记住这句 第二句 中文 讲句中文 当然我未必帮到你很多东西 不过记住 当你最难过的时候 你记得告诉我 难过 有时候是心情难过 很难过 有时候是处境难过 有时候你记得 告诉我 当然我未必一定帮到你 但能够 给对方有这样的支持 在你最孤单 最难过的时候 我仍然在这里 现在你就找我 我希望 我低回自己的心情 自己的经历 或者我给我身边的朋友 最多的安慰 这两句话 同时成为大家今天 你拿回家 你可以先去安慰自己 I am not alone 如果告诉自己 在我最难过的时候 上帝会帮我 耶稣路上会遇见我 同样将这种情怀 这种信仰的情怀 这种温度 我们很想要输出更多的温暖给人 所以温暖不是用很多熟灵的熟语 而是一种从心去发出 对处境比较困难的人 当你想我最难过的时候 你记得告诉我 你来找我 这就是我们今时今日 面对香港的处境 面对教会的处境 我们需要调整一下 我们大家的心境 在路上遇见耶稣 这就是我们今天 我们继续在天路行走的过程当中 在一个难以预测的明天当中 我们记得 无论在哪里 神在这里 同心祈祷 这就是上帝 多谢你今天来到 明天堂和亲爱的电影节目 去分享一段 这么宝贵的路加医生 记得经文 我们看到 神爱是何等奇妙 我们无法猜想 我们总是用我们自己的预期 用自己的计划 套在神的身上 希望你为我们实现 大老神 我们很多事情 我们是不了解 很多事情 我们是错半了 我们对圣经 对信仰 都有一个 可能很个人的想法 但实际上 从天到天地以来 你就是掌管这个宇宙万佛 这是天父的世界 每一方明亮的神星都在黑暗当中闪亮 让我们知道这个永明与神圣的存在 愿意今天的经文 今天的信息 能够帮助到 在当中真的有 感到孤单 那么难过 甚至 是想过 是不是继续你的信仰的朋友 一点鼓励 这是圣灵亲切的动工 愿意这些圣灵的动工 再次演点起 我们可能是佔冷 这些圣灵的信仰的生命 帮助我们回归信仰的初心 无论日子如何 处境如何 我们仍然 是站得住 与神同行 彼此的相互 祷奉耶稣名求 阿们 这些圣灵的信仰的